都没有收到半毛钱 可是它却是全世界最赚钱的网络公司 这个逻辑我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直在想不透 就是它完全没有收到你费用 但是呢它又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络公司 而且它的市值即将要快要超过Apple了 Apple是目前美国市值最高的公司 它跟Apple越来越接近了 慢慢要超过它了 这道理真的很奇妙 就像我YouTube 它提供给我一个平台 让学生看上课的影片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东西都已经录下来了 那不过没办法马上传上去 也许课后再传上去 那它提供了一个平台 那我之前也试过就是放了广告上去 它不仅没有收我半毛钱 它还给我广告费 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怎么样就是说 可以达到大家又很喜欢用 可是又不用付任何费用 然后它又可以赚到钱 这很奇妙的一个逻辑 给它这是题外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 查看回应之后的话 上面不是有27个人填的资料 那我查看回应之后的话 这27个就通通出来 那这里面其实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云端的这个试算表 这个把它关起来一下 这个隐藏起来好了 因为这有个资的问题 OK 然后这个资料就通通在上面 但是会有个问题 接下来如果我要做后续的统计分析的话 怎么做 其实基本上当然它刚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这个表单里面它有个显示回应栽要 你可以再看刚刚的结果 那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刚刚的结果不满意的话 你想要自己重新做过的话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啊 可是在云端上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试算表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统计 这个上面的入门有几个人 进阶有几个人的话 那在Excel里面你可能比较熟 可是在那个Google上面你可能就变得不熟了 怎么办 没有关系啊 在这边有一个档案 下载格式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Excel了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不习惯也没关系 像我是已经习惯了 我就直接在上面就可以做出来了 比如说我想要统计什么 统计这个入门跟进阶有没有 有多少人 那我可以怎么样 在旁边坐 比如说在这里 我想要知道 进阶有几个人 入门有几个人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函数 如果你要算几个人的话 用哪个函数呢 抗着 抗着可以 可是抗着问题是要全部抗着 所以还要抗着衣服 对不对 有没有用过抗着衣服 那这个抗着衣服 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说 顺便demo一下 当然你除了在云端上可以做之外 在isail里面也可以做 比如说第一个 我要知道进阶 有多少个人 对不对 第一个 插入函数 不过在isail里面有插入函数 对不对 但是在google上面没有 变成怎样 你要自己打 不过也还好啦 加个等号吧 对不对 抗着 C-O-U-N-T C-O-U 有没有 它也会出现吗 抗着 抗着衣服 有没有看到 抗着衣服 有吧 对不对 你就给它点两下 抗着衣服 差别就是自己要打而已 其他都一样 那 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要抗着什么 我要计算几个 对不对 几个 接下来就是说 我 这边 的 它会告诉我们几个 如果说有一些讯息 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这边还有一个 我记得有个问号 它有个提示 它可以怎么样 帮你 做一个提示 有没有一个问号 下面不是有个提示 它提示 这个有点像 在Excel里面 第一个 请你告诉我 范围 第二个 给我条件 我就告诉你结果 有没有 所以第一个范围 是指哪里的 就上面的范围 第二个条件 就是指进阶的 它就帮你计算 这样应该可以懂 那个意思吧 反正函数就这样 你只要知道规则 你就会用了 不是十倍的 不是说 我今天 康着衣服 的公式怎么下 不用十倍 用理解就好了 不用没关系 那这里 我们来试一下 第一个康着衣服 范围 这可以关闭 如果你不知道 可以把它关闭 这边有个叉叉 好 再来 那范围的话 直接给它 从上面 选第一个 再按Ship的键 选最后一个 范围是不是选到了 等一下 这个油压先放这里一下 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 先给它起始的值 有没有 然后再按Ship键 去选结束的值 它自动就跑上去了 那这个方法 跟在Excel里面一样 第二个按一个斗点 按一个斗点 然后呢 范围给它了 第二个给条件 条件是什么 条件就是这个 进阶 对不对 给它了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 在Excel里面 有个打勾吗 可是这里没有打勾 这里打勾是Enter 按一个Enter